10月18日谭永林发文透露 称张杰在舞台意外不到24小时就已经飞到张家界 准备接下来的工作了 如此敬业的精神让谭永林十分感动 谭永林表示十几年前 自己在选秀节目中选张杰出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随后张杰转发谭永林该条发文 并说道感恩我们的谭校长 我送您那张黑胶唱片 就是浓缩了我这17年来的音乐回赠 10月16日晚张杰演唱会突发意外 在电梯骤降 张杰被重摔在电梯内双手受伤鲜血不止 然而张杰的手受伤之后 并没有中断演唱会 而是坚持完成舞台表演 在演唱会结束后 张杰第一时间前往医院进行检查 17日早上7点张杰又发文安抚粉丝 他表示已经接受了专业医生的及时治疗 三个月休养就会康复 可是没想到不到24小时 他就从苏州飞到了张家界 马不停蹄地开始新的工作 并且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 这样的态度可以说是十分敬业了 张杰作为实力歌手 在娱乐圈的风评一直非常好 此次演唱会敬业表现 更是赢得好评 希望张杰能够早日恢复健康 也期待谭永林和张杰未来能够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